10月27號晚上 新北寶大第2中隊 嚴警在執行巡邏盤查 發現一部停在入門為期我的自小客車 車內兩名男子很緊張 嚴警進行盤問 發現這個駕駛理性男子手中握有疑似毒品包裝袋 立即要求熄火下車 大家當下假裝配合 瞬間倒車要往前衝撞 執行嚴警後逃逸 首先嚴警反應激情 手腳受到臭傷 這麼囂張不好分子 公權力不容許遭受挑戰 案發後大隊長立即指示 成立專案小組 在28號晚上 發現這個雙性男子的行蹤 以及在同車內的驅子 成立還是即將入獄執行15年的通緝犯 另外追查另一名理性男子 在本月3號早上正在確取一部機車被車主 當場碰見人杖居火 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妨礙公務切套罪嫌及毒品通緝案 移送新北地前偵犯 預告